融创中国拟配售4.52亿股股份 融资45.2亿港元 1月13日早间 融创中国发布公告称 1月12日 融创中国 麦芳及摩根斯丹利 订立一份配售及认购协议 以每股10港元配售4.52亿股股份 认购事项所得款项总额为45.20亿港元 每股10港元的配售价 相当于在前一个交易日 收市价11.80港元的基础上 折价约15.3% 根据公告 配售价格较1月12日 在联交所所收市价每股11.80港元 折让约15.3% 配售股份及认购股份 分别占公司现由 以发行股本的约9.05% 即经认购事项扩大后 公司已发行股本的约8.30% 配售事项完成后 卖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士的股权 将由约42.25%减至 约33.21% 紧随认购事项完成后 卖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士 与本公司的股权 将由约33.21%增至 约38.75% 荣创中国表示 进行配售事项及认购事项 旨在进一步扩大公司股东基础 优化公司资本结构 预期配售现由股份及认购新股所得 款项总额为45.20亿港元 及所得款项净额约44.84亿港元 公司拟将认购事项 所得款项净额中约50% 用于公司一般运营资金 约50%用于偿还贷款 截至发稿 荣创中国报9.85港元 跌幅16.53%